今次危罪政府大樓 去到金鐘道政府合署 就可以見到李樹芬的作品 不如先介紹一下自己 你好 我的名字叫李樹芬 今次創作了一個作品叫《四個東》 在金鐘政府合署的高座大堂 你平時的創作多數是做什麼呢 平時建築 不是上班那些 不是上班那些嗎 其實我當上班已經是創作 也是的 另外是否都會玩金屬呢 今次那幾個很大的東字外層都是金屬 是啊 因為這隻物料其實是很有趣的 到處都賣到的 以前做一些室內設計的時候都會用到的 或者有些室外的裝置都會用到的 這期我比較喜歡用這隻試一下 因為有時候的作品或者我們做的東西 設計是需要不斷做多幾次去令它更加好更加好 就是發掘它的可能性 今次是四個東 不如形容一下四個東 有幾大啊 什麼樣子的呢 如果只說一個尺寸 其實是八尺高的 八尺寬的 所以它站在這裏 那個效果都幾 少少震撼的 這個是其中一個我想達到的目的 因為呢其實整個概念呢 就是因為金鐘政府合處這個高座大堂 其實是一個360度的一個公共空間 它就是一個過渡性的空間 那些人上班放工才會經過的 那它不會停留的 那所以呢就需要做一些東西呢 可以令到人家住宅 令到這個大堂變成一個目的地 那所以呢就 它的尺寸是一個原因 就是做大一點 一定見到啦 是啊一定見到啦 那接著它要吸引人啦 所以呢其實現在這四個東字裡面呢 就有東南西北四個不同顏色的燈的 這件事也會是令到人家會有機會停留啦 去看啦 另一件事就是需要被人思考 這四個作品呢 都是以一個東字的形態出現的 但如果你細心看呢 其實它裡面呢 那個東南西北四個字呢 是融合了在一個東字裡面 外殼那個金屬呢 就是一個東字的形 中文東字 對啦 而裡面呢就有一些霓虹光管的 對啦 有不同顏色啦 是不是藍色啊 綠色啊 紅色啊 對啦 有白色啦 藍色啦 紅色啦 還有綠色的 東字自己的霓虹管是白色的 那 西字呢 就是一個橙紅色的西字 那 藍呢 就 藍字就是一個藍色的 對啦 北字就是一個綠色的 那 有沒有意思呢 選擇的時候 其實選擇的時候呢 就不是說 座向有什麼特別意義 因為它其實座向呢 向北呢 其實如果你真的想 其實是向海那邊的 所以呢 其實最主要做的時候呢 都是選這些顏色呢 都是選四個呢 看上去是最大分別的顏色 我現在這樣想就是 北就跟綠色有關 是 是不是香港北區多些綠色呢 是啊 你都可以這樣聯想 其實如果每個人去看到 他們自己可以有一些自己的聯想 或者有一些自己的互動 這樣是可以的 那不需要 就是說 說到很實 一定是怎樣 今次這件作品 由最初構思啦 然後做了出來 然後真的擺在你想擺的位置那裡 那你最喜歡這件作品 什麼呢 我自己的興趣呢 都是做一些 和公眾有關的事情 其實我之前呢 也都做過一些公眾藝術 是現在是 其實擺在文化中心門口 有一個藝術品的 所以其實我一路以來 就是無論我做建築設計 或者做室內設計 我都是比較喜歡做一些 就是和公眾會有互動的事情 今次這一個呢 我都是很開心 可以做到一些事情 也可以和一些不同的 工作人士 可以產生一些互動 比如他們 出出入入啊 各樣的時候 可以欣賞到原作品 或者帶來給他們 有些少少 就是去吃飯的時候 看到挺有趣的 我其實已經很滿足的 很有滿足感的 會不會經常都留意到 香港有些空間 還可以放一些公共藝術的作品出來呢 那絕對有啦 大把啦 如果有機會我做多一點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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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